你这是什么表情 他发过你照片了吗 没有啊 那你就不怕他长得 长得 特别不符合你的审美吗 他长什么样子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灵魂上的契合 我也就想试试 看看我们俩要是 换种关系相处 他能不能激发我的创作灵感 给我带来素材 李老板 你谈恋爱为的就是灵感啊 对 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但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还是未知灵感 想想都有点小兴奋的 太艺术家了 起艳牌 过强了 过强 我想要闻你 用尽力气去靠近你 直到你将我的热情全部榨干 成为爱的祭品 只有你 才能扑灭我的火 我心中的 和手心里的火 行呗 什么叫扑灭我的火 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黄色肺料吗 臭流氓 这部分我还能接受 毕竟年轻男孩 对女性充满了幻想 但是她的微博里 有很多对死亡的触见 还说什么 肖王是浪漫的永恒之美 之前还有一幅作品 是致敬了马拉之死 李建坚 你确定她的心理状况 没有问题吗 这不很正常吗 她是雕塑设计师 她对美和生命 有自己的理解 那她也开工作室 她不做流水线 她只做艺术品 拍卖的那种 不不不 她不卖 她只参赛 她以后是想要成为 著名的雕塑大师 就是把作品 放到艺术馆的那种 所以她是没工作吗 这不是工作吗 不挣钱叫什么工作呀 她靠什么生活呀 肯老啊 你到底是怎么认识 这种人的呀 你现在对她 都没有一点疑问吗 我的哥哥们 为什么会在这里呀 我的哥哥们 为什么会在这里呀 我不同意 你怎么认识 李健健跟这么个啃老的怪人谈恋爱 你也不想想办法 你就没有任何疑问吗 你说指哪方面 李健健的审美啊 他们在笑论坛的雕塑板块 已经认识四年了 很交心 一直以作品会友 也互相欣赏 而且也知道对方在同一个城市 却从来没有交换过照片 那为什么对方 会突然提出交往请求 日久双情呗 李健和她的作品 都在雕塑展上展出 前几天李健去看展 对方应该也去了 你是说 他们已经见过面了 如果见过面 李健健没有必要瞒着大家 所以 最大的可能性是 对方已经见过李健健了 而且 对李健健的奖项也是满意的 所以 才会提出交往请求 那就是建设起义了 我等了 我本来还指望他们死于奔陷呢 就让他们死于奔陷 这是我们能控制的吗 你的咖啡店 是营业是在周日吧 对 让李健健邀请他来 与其让他们单独见面 不如让我们一起 贺贺你的人 这件事情我们就应该占据主意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是不会同意你 健健跟这种人在一块儿的 这什么药 五维生素A币 胡萝卜素 日常保健 活得真精致 她在家里面 凡凡凡几 小冰 她是不肯定的 小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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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欢迎光临 现在才真的感觉 贺子秋飞上之头 这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这妹妹开这么好的咖啡馆 我也想要哪儿给我开咖啡厅 得了吧 我可不背这锅 她这是在自己创业 老板来了 您和您的朋友需要喝点什么 以后我们可以免单吗 当然了 既然李仙坚是这儿的老板 那我们就是老板闺蜜 收钱像话嘛 我以后就经常在这儿谈顺利了 赵的服务生好帅啊 赵的服务生好帅啊 赵的服务生 赵的服务生 赵的服务生好帅 还蛮像样的嘛 看来你们都挺喜欢的 也就一般 六吋而已 这是什么呀 你快打开看看 这是我送给你的开业礼物 还有开业礼物呢 看看 看看 这也太可爱了吧 这种金产物经常标的 祝你生意兴隆 行 子秋 你这个店能赚钱吗 开什么玩笑 不赚钱的话干吗开店 这个位置的转让费 和租金应该都不便宜 加上装修费用 机器设备这些前期投入 开业后员工水电 失财成本 如果每日的营业额 达不到一千五百块的话 应该很难达到收支平衡 跟我合算差不多 今天不是开业吗 我看人流量还行 所以之后应该没什么问题 无所谓了 不重要 反正你有钱 我现在就想知道 李健健 你那个网恋对象 到底什么时候的 录上了 录上 你们第一次见面吗 紧张吗 有点 担心 我们都在 你担心什么 我担心他不喜欢我 好 好 好 喂 然 到了吗 灵感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你快回去吧 加油 加油 怎么怎么了 他在来的路上有了灵感 然后就回去霍泥去了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他竟然回去霍泥了 灵感嘛 那可约不可求 人是随时都能见的呀 是吧 那既然人不来了 咱们就吃蛋糕吧 吃蛋糕 吃蛋糕 看起来还不错呀 这个蛋糕 吃蛋糕 吃蛋糕 小哥 你做得好好哦 那你们慢点啊 对了 靳靳 晚上小哥给你蛋蛋糕啊 再见 好 好 拜拜 好 走 靳靳 我先送你去工作室 然后再听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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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齐明月不是还有事吗 你们先去忙 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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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谢谢观看